海地在1804年就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 在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 现在却成为了整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 独立的218年里发生了33次政变 平均每6年半就会更换一次政权 世界第一 人均寿命只有47岁 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文盲 全国八成的人都没有工作 由于98%的森林都被砍伐 水土流失严重 导致自然灾害频发 贫贫苦的穷人还在吃了土饼冲击 为什么一个拉美国家 却有着非洲大区的优秀匹配机制 海地的贫穷与混乱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世界大抬杠 海地地处加勒比海 这里盛产黄金 有着优渥的自然资源 200年前曾是加勒比地区最富有的国家 被誉为拉美灯塔 但今天已经沦为拉美发展最差的国家 靠着世界各国的救济国日子 得名国旗乞丐 如果在海地生活 会感受到哪些魔幻现实 让我们来盘点盘点 一 工资 海地人8成以上都是无业游民 人均月薪60欧 这里贫富差距极大 极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资产 上世纪中叶 海地全国资产10亿美元 总统一人独占9亿 因为极度贫穷 又没有就业岗位 很多人靠卖血为生 全国每月采5吨新鲜血浆 包机送往欧美 如果因为疾病而死 还会被以3美元的价格买走尸体 卖到美国生物化学研究室 二 交通 海地的巴士大多是美国已经报废的校车 每辆行驶都超过了百万公里 刹车失灵和随时起火都时有发生 狭小的车厢里会拥进60人 往往每辆车都会配有专门的修车师傅 随坏随修 边修边走 因为全国也没有几家汽修店 所以巴士的标配不是司机家售票员 而是司机家修车师傅 海地的公路大部分是石渣和土路 90%路况不佳 很多路边就是悬崖 巴士公里的路经常要开上足足两天 不仅如此 这趟豪华巴士票价高达15欧 如果觉得太贵 可以购买挂票 坐在车顶 只需8欧 经济实惠 方便跳车 三 医疗 海地大多数河流都被污染 传染病到处肆虐 由于海地人太穷 经常以卖血为生 导致艾滋病横行 患病率为5.6% 全美洲最高 这里平均每10万人只有8名医生 每1万人只有一张病床 普通人生病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乌医 这些神棍通常会收取低廉的医药费 跳段攒劲的歌舞表演 冠下一副邪门汤药 但患者却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海地人的人均寿命也仅有47岁 4.吃土 海地首都太子港 有着世界上密度最高的贫民铺 这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一个水龙头要满足3000人的生活用水 人民穷到只能吃土充饥 这里出产一种猛托十年土 一些商贩把土挖掘回来后 砸成粉末 筛选掉石子后 加入少量洋和黄油 就能制作成一张张土饼 这种土饼被吃进肚中后 会粘在胃壁上 吸水后还会膨胀很多倍 给人以强烈的饱腹感 海地人也知道 这个吃多了会死 但不吃一定会死 曾经富裕的海地 如今为何会如此贫穷 200多年前 因为海地岛上的气候 非常适合种甘蔗和咖啡 这里集中了西半球 三分之一的黑奴 在这里饱受虐待 有十万黑人死于白人之手 黑人奴隶在海地奋起反击 甚至击败了拿破仑的舰队 因为经历过白人的迫害 他们开始了严重的种族歧视 认为只有血统纯粹的黑人 才是最高贵的 因为都是黑奴出身 血统纯粹的黑人 都没有接受过教育 治国能力奇差 甚至还有过吃人的暴君 直到1957年 在美国的监督下 一位德高望重的海地医生 杜瓦利埃成功当选总统 声称要建立一个连结的政府 但这次上台后 居然制定了邪教加黑帮的管理模式 他将西非土著带来的巫毒教 发扬光大 自封海地第一大祭司 一言不合就开始活人献祭 搞得全国上下 人心惶惶 他还声称手下的巫师们 掌握了一种叫做还魂师的血术 可以把活人变成没有灵魂的僵尸 无休止的干活 这个创意后来直接被电影公司采纳 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丧尸电影 当人们反应过来看走了一眼 各地纷纷开始爆发奇异运动 杜瓦利埃自结了海地的地痞流氓 成立了一个叫做通通马固特的组织 意为吃人魔王 这些人头戴面罩 穷凶极恶 从来不向总统要工资 缺钱了就抢 当时的海地军队仅有5000人 而杜瓦利埃的私人黑帮组织 仅有9000人 他在位期间一共杀害了数万人 此时海地的人均寿命不足33岁 杜瓦利埃死后 他年仅19岁的儿子小杜 接管了邪恶组织 并成功当选总统 这个婴儿肥 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 没有最奇葩 只有更奇葩 小杜比老杜更是有过质而无不及 海地的暴君2.0时代也正式开始 看他照片就知道 他一定是个大聪明 比丧尸王父亲更懂得搜刮明纸 他先实行强制献血 每月抽5吨海地人的血浆卖掉 还将海地人的尸体 卖给美国研究室做解剖 一具仅售价3美元 将城市的钢轨拆下来卖废铁 为了捞钱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世贸组织曾给海地 捐助了2200万美元 小杜就直接贪污了2000万 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 小杜硬是想法子 炸出了9亿美元 侵占了海地90%的资产 当时的海地87%的婴儿营养不良 每人一生中能享受到医疗经费 仅为3.44美元 教育经费3.7美元 全国大多是文盲 10个小学生只有一个能上到初中 而绝大多数人根本没上过小学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小杜盖了一堆监狱 数量是中学的35倍 1986年受够了魔幻统治的人们 终于忍无可忍 走上街头要推翻小杜 其当天游行人群中 抬着一口棺材 要把小杜装进去 还刨开了老杜的坟 小杜不愧是个大聪明 他知道坏事做尽 要被人拔祖坟 早就偷偷给老杜签了坟 自己也逃养法国 小杜下台后的35年里 海地一直属于独裁 政变和无政府状态 连续更换了20位总统 平均每一年零9个月 就要换掉一位 这个国家动荡不安 甚至到了1991年 还有摄影师在海地街头 拍摄到暴徒打死反对者 当街烧烤 笑着用小刀割下人肉 大口吞咽 2010年海地发生了大地震 灾害导致了20多万人死亡 无数人无家可归 当地官员居然还在贪污 直接拿走了世界各国 提供的援助物资 向难民们坐地起架 长年以来 海地的支柱产业 就是国际援助 联合国已累计砸下80亿美元 就算是平分 每个海地人 也能得到将近5000人民币 但是海地的普通人 依旧一贫无喜 联合国安理会 终于忍无可忍 在2021年2月 召开海地问题视频会议 谴责海地总统不作为 海地总统若冯奈尔居然说 海地人吃不饱 是因为国际援助还不够 而联合国派人帮助海地 维持秩序 就是在干涉海地内政 多行不义 必自逼 5个月后 若冯奈尔在私人住宅 遭遇暴徒枪击 连中12枪后 当场毕命 讽刺的是 他身边的安保人员 却无一人受伤 早在1915年 美国就曾占领海地 实行军事统治 用武力 胁迫民众劳动 并残忍杀害了无数海地人 更是扶持了众多 像杜瓦利埃家族 这样的傀儡政权 他们不在意海地人的死活 只为了在这片土地上领财 即使榨不出油水了 也不肯撒手 除了美国对海地的干涉 海地人自上而下的利己主义 也是这个国家贫穷混乱的货源 小小的国家分化出了76个武装犯罪团伙 2006年总统大选时 候选人多达1300人 底层人抽刀向更弱者 统治者贪腐 内斗 愚弱百姓 今天的海地依旧是四处废墟 满地垃圾 有人吃不饱肚子 有人却住在豪华别墅里 大街上经常会看到暴徒 手持大刀和枪支 在大白天火拼 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痛哭流涕 经济能力好一点的人 只想离开海地 还有很多人挤在难民营一样的监狱里 有年轻人看不惯海地当局的不作为 自发走上街头保护人民 喊着口号搂着孩子 告诉他要改变海地 但没人能确定 这些声称要保护他们的人 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暴君 而海地如今的贫穷与混乱 到底该由谁负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友好台杠 这又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关注 为你带来更多硬核故事 我是台杠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